卢昌秀连忙起身道 秀决 你也听见了 我是叫儿子去告发小长房 绝对不会做出伤害老夫人和哥儿姐的事的 罗娃冷笑了一下 要是大姐儿没说愿意帮我们向法子托吉 你能这样做 我要先问清楚 你到底想做什么 一大姐的法子 闺女要托吉不难 可我们却是行不通的 卢昌秀用一种梦幻般的语气笑道 我刚刚已经想过了 说来也巧 前些天我奉姑娘之命去家定送礼 回城时 在松江无意中遇上卢家宗族一个远之族人 彼此娶了亲 他虽是卢氏族人 还是良民 但如今过得穷困潦倒 老气病了 儿子早几年死了 连个寄香火的人都没有 如今也只替人做些杂活谋生 也没脸回族中求援 我就给了他几两银子 如今正好 我可以把他带过来 让他签个卖身器 在老宅里当个一年半载的差 那时候 我与他同为仆从 又是同宗兄弟 打刻一将小满过继给他做儿子 将来他熟身出去 小满以儿子的身份跟着熟身 连剑籍都没有了 他还未成钉 本就不在赵家奴仆的名册上 就算是有人要查 也是查不出来的 他又从小用功 日后想要读书进学 也不成问题 我还可以资助他们回乡 让小满正式上 卢家的族谱 小满就是正经书乡 试换之家出来的孩子 将来他有了出息 为官作换的 我们就有了依靠 等年纪大了 当他将我们接过去奉养 就算摆脱不了官奴的身份 我们也一样做老太爷 老太太 一样享福 这比那小掌房答应的 还要好呢 罗妈气得脸又轻了 催他一口 你图的 不过是富贵荣华罢了 为了这个 你连儿子都不要了 我从前怎么就瞎了眼 说完 拉起一脸煞白的小儿子和女儿 就往外走 我们别理他 有的他们发疯去吧 他得向他们问个清楚 小儿子说的 哥 要大受告发小掌房 还有女儿说 姑娘答应帮他脱急 到底是什么意思 欧昌秀也不在意 他相信自己现在的计划 再完美不过了 对主人家半点的损害也没有 妻子迟早会同意的 关键是要说服大儿子 他得让大儿子 心甘情愿地答应下来 同时还要把家里其他人 尤其是他自己摘出去 赵伟的意思非常明确 只要他们一家 帮他把小掌房的罪名定下 那他就会帮他们脱急 哪怕是姑娘那边的法子不能成 哥也可以用小掌房的法子 脱急之事现在是再稳当不过了 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目标 就近在眼前 就算是牺牲一个儿子的前途 他也顾不得了 大儿子这一回也是自己造虐 为了弥补他犯下的过错 就为这个家多牺牲一点吧 等小儿子出人头地 也不会亏待他哥哥的 卢昌秀再次地看向大儿子 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一辈子为人奴仆 眼里看的 手上过的 都是滔天的富贵 可惜全都不属于他 而现在 他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希望了 卢妈拉着一双小儿女 走进了小儿子的房间 拉着他坐下 别慌 娘不会把你过去给别人的 我好好的儿子 为什么要认别人做爹娘 又要理会你爹胡说 小满的面上的惊恐之色 稍微减少了些 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卢妈又问他 你跟我说清楚 早上你回家之前 哥是怎么嘱咐你的 小满只得将话 又重复了一遍 还顺便将姐姐的话 也一并说了出来 他们说话的时候 碧莲一直站在窗前 有些担心的 看着主屋的方向 又去瞄 对面自己的房间 他留意过了 大哥藏在房梁上的 药粉小包 还在那里 没有人动过 卢妈听完了儿子的话 长叹了一口气 她望向女儿 叫了碧莲一声 你在看什么 快过来 碧莲依依不舍地 走到母亲的面前 娘 你还有什么可烦心的 咱们照着哥和姐 说的去做就是了 他们会保住 大哥一条性命的 再怎么着 还有老夫人在呢 老夫人 不会委屈了你 顶多就是 打大哥上几板子 到时候 咱们悄悄打点一下 让人打得清些 大哥养上个把月 也就好了 他撇了撇嘴 大哥早该挨板子的 他也太大胆了 做的都是些什么蠢事 龙妈闭了闭眼 说只是打板子就好了 你告诉我 那包药粉 正是你从你哥的东西里 找出来的 里面 真是有毒植物 碧莲有些委屈地 看着他 那当然是 大哥的东西 难不成 我还会栽他的脏 是不是有毒 我不知道 姑娘说要弄清楚 本来是打算悄悄 找只活物来试毒的 因怕惊动了老夫人 事情闹大了 会牵连到爹娘的身上 所以就拖了哥 把东西拿出去 找人打听 若是东西没毒 爹方才 又为什么说 那是有毒的呢 他还说 那是大哥说的 龙妈又叹了口气 面带悲伤地说 你们大哥 终究是我这个做娘的 没能教好他 他犯下这样的大错 无论老夫人如何责罚 我都不会有怨言的 只是哥和姐 根本就没有问过老夫人的意思 就擅自拿主意了 那可是毒药 他们还是孩子 万一稍有茶吃 那该怎么办 老夫人如今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都是命根子 无论哪个出了事 都会要了老夫人的命 碧莲与小满对视一眼 都低下了头 都还是孩子 他们内心并不认为 赵伟赵秀 瞒着老夫人张氏 做这样的事 是错的 老夫人年纪大了 在事情未弄清楚前 打扰他 要他操心 真的是好事吗 就算是要告状 也得先弄清楚 那包药粉是不是毒吧 他们相信 两位小主人 都有足够的聪明 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就在他们对坐无言之时 正乌方向 忽然传来一阵大叫 接着 是什么重物倒地的声音 还夹杂着瓷器碎裂声 吓了三人一跳 卢妈马上就认出来 那一声大叫 是丈夫发出来的 连忙冲出去 出什么事了 碧莲与小满也追了上去 还没跑到正屋门前 就看到一个人影冲了出来 与卢妈撞了个正着 卢妈错不及防 被撞倒在地 碧莲吓得尖叫出声 连忙上前扶起母亲 可卢妈方受重击 弯腰抱腹 一脸的痛苦 冷汗直冒 碧莲扶都扶不起来 小满忙追上去 从后方死死抱住那人的腰 还以为是哪里来的歹人 不料碧莲认出了对方 大哥 小满一愣 抬头一看 整个人呆住了 双臂也不由得松开了几分 卢大寿趁机将他大力推开 向外狂奔去 碧莲一边扶起母亲 一边连声地换兄长 卢妈捂着腹部 忍痛对小儿子说 快去屋里 看看你爹怎么样了 小满如梦初醒 连忙跑进屋内 一瞧里面的情形 忍不住哭了出来 爹 原来卢昌秀被推倒在地 满头都是血 头下方的地面上 也有一小滩血 不知是伤了哪里 浑身抽搐着直翻白眼 他身旁一片狼藉 原本靠墙放着的木架子 倒在地上 上头放的东西碎了一地 其中一只大铁木盒子 尤其显眼 连锁都摔坏了 木盒一角沾着血迹 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 小满认得那是卢家的族谱 父亲一直真爱如宝 就用那铁木盒子装着 放在正屋多宝阁的顶端 就怕他们姐弟俩年纪小 不懂事 会把东西弄坏了 难不成是这盒子摔下来 打中了父亲 小满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 都快哭出来了 除了叫爹 不知该怎么办 卢妈扶着女儿 艰难地走进来 见此情形 也是眼前发黑 不过她久经世事 倒还不至于 慌张失措 忙吩咐小儿子 快去请大夫 又叫女儿 去兵报老夫人 碧莲抽气着 慌张得不行 文言连忙与小满 一起向外跑 在院子里 就看见门口处 来了一堆人 姓是老夫人张氏 赵伟 宗房赵景 与三房的八老太爷等人 在他们的身后 两名恐无有力的家丁 压着卢大寿 将他死死地扣在地上 卢大寿的衣裳下摆处 还沾着鲜红的血迹 赵伟带着张氏一行人 跑过来 只是为了要抓贼拿丧 然后请赵景与八老太爷 做个见证 好提前租中公益 将小掌房给赶出家族的 没想到事情出现了 这样的变故 卢大寿居然袭击了父母逃跑 赵伟看着现场的情形 都有些无措了 还是张氏先一步恢复了冷静 看到屋中卢昌秀的惨样 还有卢妈痛苦的样子 他也顾不上问罪什么的 马上命人去请大夫 大夫很快就赶到了 他先给卢昌秀看了伤 这时后者已经抽搐完 完全失去了意识 不过他还没断气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大夫判断 他是被大儿子推开时 撞到了架子上 为了稳住身体抓住架子 没想到连着架子一定跌倒了 架子上放着的东西 全都摔了下来 顶层那只铁木盒子也不例外 盒子很重 肩脚撞在卢昌秀的头上 才使得他受重伤 不过脑袋受伤非同小可 就算人没死 也难保会不会再醒过来 或是醒来之后 是否会有后遗症 还要观察几日才能确定 卢妈的问题倒不大 秀是撞得厉害了 稍微休养两天 也就没事了 卢昌秀被小心地 挪进了里家的卧室去 卢妈留下来照看他 忽然接连地遭受打击 他哭红了双眼 现在几乎没有眼泪了 对于大儿子的下场 他也没心情去了解 无论丈夫受伤是存心还是意外 大儿子敢对亲生父亲 下这样的狠手 与畜生何意 老夫人看在与他多年的 主仆的情分上 对他的大儿子 一再地从轻发落 可如今已经到了 不惩处不行的地步 他不想再为主人添麻烦了 只丢下一句 全凭老夫人做主 看都没看卢大寿一眼 就进了里家 赵卫从惊诧中醒过神来 脸上微微发红 觉得自己太不冷静了 怎么能因为事情呼声变故 就慌了手脚 他连忙地点明了正题 在赵景与八老太爷的见证下 让碧莲将那包药粉 从房间梁上取了下来 交给汪四平判断 确认那是毒药 七日倒 右下小满问清楚 卢大寿方才 伤父逃窜的经过 便让他们姐弟二人 留下来照看父亲 自己带着一众长辈们 押着卢大寿回到了正院 赵秀也得到消息 赶了过来 他事先派了别的丫头 去安慰碧莲 又吩咐底下人 为卢昌秀请医抓药 不得有所疏忽 事情到了这一步 形势宽厚些 反而显得自己大气 最要紧的是 要牢牢抓住卢妈和碧莲 小满的忠心 卢大寿这时候已经知道 自己是逃不掉的 听说父亲没死 他也松了口气 却没再追问 父亲的伤势有多重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方才为何会一时冲动 将父亲大力推开 看到父亲受伤的惨状后 不去通知母亲妹妹 反而逃跑 这一切都太迟了 他现在能做的 只有尽可能地将功赎罪 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都坦白说出来 他又希望得到主人的宽恕 他也不指望自己 能再次地被从轻发落 他只是竭尽全力 想保住自己的性命而已 原来 自从小掌房绝位被革 赵炯身死 想吃入狱 赵爵远赴锦州 做芝麻绿豆的官 牛氏带着一家 从建南侯府迁出来 搬到娘家借出的 一处宅子后 小掌房的日子 一直过得不怎么样 侯府的财产 大部分都没带出来 他能攒在手里的 除了自己的嫁妆 蒋氏的嫁妆 还有丈夫与儿子的私房外 就只剩下那二十几房仆人了 后来他陆陆续续 钱散了一部分下人 节省了开支 又因蒋家不愿女儿 被修 和牛氏做了交易 资助了些钱财产业 又有牛家帮衬着 他手上也有两三万两银子 每年还有几千的入息 主要靠的就是 分家分道的九千多目田产 还有归作私房的几家铺子 跟从前在侯府时相比 这点钱当然不算什么 可是跟一般的人家相比 却已称得上是大富 只要好生经营 小涨房人口又不多 不愁日子过不下去 但牛氏做了大半年的 建南侯夫人 又是过惯了富贵日子的 怎么可能愿意丢了 侯门府地的体面 他又一直想着 要把爵位拿回来 为了儿子的虔诚 平时没少给人送礼 不到一年 钱就花掉了一大半 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撑不住了 偏他又想要巴结嬴王府 要给王爷王妃送礼 手头一时拿不出闲钱来 置办一份足够体面的礼物 只得把主意打到了 小二房的头上 张氏带着小二房回乡 但京中宅子一直保留着 许多分家时得到的家具摆设等物 还有他多年 从老郡公那里得到的馈赠 大部分都留在宅中 其中不乏真品 老郡公对这个年轻的记事 是十分的大方 牛氏就想收买 看宅子的卢大收 想从小二房那里 弄上几件好东西出来 反正张氏不在京中 等他发现东西不见了 说不定已是几年之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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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